郭台銘怎麼可能入台銘黨呢 所以你叫台銘黨 但是他也不會入台銘黨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要嘛就是如果郭台銘要選總統的話 他當然就是以無黨敵自己連署 其實郭台銘現在想的 當然他最 他如果要選總統 他必須還是要跟柯文哲結合嘛 那你就是說在柯文哲成立台銘黨之後 應該就是說台銘黨是他的 整個支持他的背後的人 就不可能去所謂的 你也可以啊 我用無黨籍 那你如何做 不一樣掛招牌就對了 不一定要 不能掛招牌 你還是我的副手啊 就像那一天 就是那個誰 宋楚瑜做政的 然後那個徐欣穎 也是民國黨的主席 他也是掛副的 大家可以掛一個所謂的不同政黨的人 但是也不可能說 我去加入你的政黨嘛 因為郭台銘根本不可能 雖然啊 當然這個柯文哲是想方設法 想要把這個郭台銘納進來 這問題是現在郭台銘的想法 其實我坦白講啦 他下面的人是意見很多 有一組人 就是說他還是希望說 他可以留在國民黨發展 那留在國民黨裡頭發展的話 因為郭台銘想的絕對不是單兵總統這回事 他如果說他未來 也不想要做總統這個位置的 他是要想影響台灣的政治 改變台灣的政治嘛 所以如果說你給他一個總統 這樣即使選上了 他國會完全都是你柯文哲的黨 他也受不了啊對不對 那我到底是聽你的還是聽誰的 所以我覺得這盤題就是說 要先黨內的部分 他跟王之間要談好 談好之後弄一個基本的東西 採取會去跟柯談 那你現在說有新聞出來說 郭台銘已經跟柯文哲見面了 可是這個東西在我看起來 也許通電話或是幕僚 上面有溝通說你要不要加入這個黨 這個不用問好不好 這根本不用問郭台銘要不是 郭台銘要不是誰 他根本不可能加入這個黨嘛 那如果說你要跟柯文哲見面 就只是要問你要不要加入台銘黨 我覺得這可能性蠻低的 因為現在郭台銘還沒有整盤 settle down下來 settle down下來之後才會跟柯文哲做一個 做一個討論跟結合嘛 因為郭台銘他可能也要有一些立委候選人 那你的柯文哲不分區名單裡頭要讓多少人出來 或說區域立委上面要怎麼提名 這個東西都如果你要合作的話 當然啦這個東西就大家還是強調 一定要有組成大局才有合作的可能 如果不組大局那就會就是浪費子彈嘛對不對 誰選不贏那你出來送死要幹嘛 所以說這個郭台銘要不要選 我覺得目前上面他只是在盤整 他還沒有做一個正式的決定 但是時間也不會太太遠了啦 郭台銘本來一回來 第一要昨天那個他們那個劉宥彤也講了 應該進來就跟柯文哲 可是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對就是因為他在當天就組了一個黨嘛 這個黨就變成一個變數存在 你覺得郭台銘是 他你不要說我有錢 我好像一個隨便亂傻一樣 他也是鋪排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如果我今天這個政治前途 被大家看得比較好 蠻好的 可是你突然增加一個變數 本來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能變成一個人跟一個黨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這個黨裡頭到底又里里到老 然後蔣衛水的後代 又罵成這樣 社會對你的認同度又不高 你覺得郭台銘要不要先跟王金平商量一下 我們這場渾水要不要去躺 要不要等一下說 等他8月6號成立之後 到了9月6號 能不能再看個苗頭再說 對 那麼在內政部真的通過 完成登記以後再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個決策 就是對啦 吃一頓飯就出來的決策 根本就是就是亂七八糟